娱乐圈明星艺人收入颇风 过一豪宅在明星眼里似乎也不是做梦 国内娱乐圈的明星到底有多有钱 从他们所居住的豪宅就可见一斑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细数一下明星那些毫无人性的豪宅吧 韩雪一直是娱乐圈的大小姐 据说她买了5000平的独栋别墅 作为自己的婚房 总价值约3.5亿 豪宅共三层 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 豪宅采用中西式混搭的设计风格 全木质地板设计再搭配上白色的墙面 金色材质的栏杆 让人感觉既自然又舒畅 二楼宴会厅简约式设计 白色棱形瓷砖地 精美的雕花罗马柱 一盏盏水晶吊灯 加上沙发与绿植 主卧室豪华而不是典雅 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 整个卧室给人的感觉就是高大上 赵薇则被人称为娱乐圈最成功的女艺人 17岁的赵薇凭借群奥剧环珠格格走红 到如今已身价上亿 赵薇在上海的豪宅 位于青浦的湖畔家院内 湖畔家院是上海十大水井别墅之一 拥有15000平方米的中心湖 随便一个自带花园也是千余平方米 室内的每一个空间都能观赏到私家水井 赵薇的豪宅前出面积约300平方米 入手的时候总价2000万左右 但据说装修却花了五六百万 在十二道风位中 为了配合好友谢霆锋完成十年之约 赵薇大方曝光位于法国的千万元酒庄 巨大葡萄庄园再度震撼观众的心 据说赵薇夫妇早在2009年 就已经产生在法国买酒庄的想法 之后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寻找 两年间 他们先后探访了40多家代售酒庄 最后终于在2011年底 确定收购梦洛酒庄 梦洛酒庄据说原先是法国国王所有 完美的金星当然也住着完美的房子 他的家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顶层 面积250平米 市值早已过亿 这个位置以前只能用来借贷原首级的外宾 如今却被金星租下来改成了他的家 虽然每年的租金就要几百万 但对于金星而言却小菜一叠 金服二字 宣示着他的气派 家里的家具装饰主要有古典西方风格 中国现代风格 或一如既往的奢华路线 中西风结合 凸显时代风格 冷静的色彩 透明的空间 精致的细节和线条造型 使整个空间不仅华丽 而且还有温暖和深情的一面 简约的木板和真皮沙发 饱含视觉冲击力 精致典雅奢华 赵丽颖作为事业女王 当然家底丰厚 在离婚前 有网友拍到赵丽颖冯少峰 在某个繁华地带买了一套豪宅 看外形非常豪华 像宫殿一样 有公开信息显示 该豪宅目前只有二手房在出售 价值都是一元左右 有户型较好的价格 甚至达到1.4亿元 四周环境也非常好 这才是正所谓的豪宅 与赵丽颖相似的还有佟丽亚 前几天离婚的佟丽亚和陈思成 曾经在悉尼购入了一套天价豪宅 售价高达7500万元 大铺了该区最高成交价 她买下的这栋豪宅在1990年建成 拥有福利堂皇的七个房间 以及一系列的豪华设施 包括室内游泳池 铁板烧室 家庭饮院 健身房 桑拿 吧台 台修室和网球场 可谓应有尽有 内部配置实在是太豪华 客厅宽敞明亮 原型的拱门外就是海景 像是一个小型豪华度假村 黄子涛在有钱这件事情上 从不藏着掖着 富得坦坦荡荡 毕竟是一个出门开车 都要选30分钟的人 他的家也是豪得不可思议 今年2月份 黄子涛参加一档明星视频 连线综艺的时候 无意中曝光了他在北京的家 从他身后偶然晃过的背景 可以看出这个房子巨大无比 黄子涛的家里 竟然有一个专门的房间 用来放手办 而黄子涛爸爸在采访中表示 家里在青岛还有四五套房 久夫盛名的富二代 当然还有乔新 他起先意识默默无闻 演戏也保持在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看到他的家竟然超级豪华 后来乔新澄清说 这只是租的样板房 但凡转起来得更快 租的样板房价值千万 而他真正的家是上海世贸蛇山 价值三亿的别墅 市场价有二十万亿平米 首付就要一亿 每个月公务业费都要一万二 内配置电梯 有八个卫生间 小新姐姐的印子也被扒 日常就是在奢侈生活 衣柜 鞋柜豪华 家里有超大的酒柜 完全是白富美 马博谦家的豪宅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爸爸可是建筑大师马清运 他家的房子一度占领热搜 就是那座坐落于美国洛杉矶的 三百七十平的豪宅 整个房子的设计是太空主题 甚至还因此被邻居当作外星人 他们也干脆在门口放了NASA宇航员人偶 打算吓吓吓人 这套房子也是摩登家庭的取景地 在剧里被称为卖不出去的房子 充满着博物馆一般的艺术气息 这也是他家豪宅之一 如果说他美国的家继续现代风格 那他西安老家的房子 可以说是充满野性的森林公园 这套豪宅坐落于一望无际的田野之上 是个远离都市喧嚣的世外桃源 还有娱乐圈大哥成龙 都知道成龙大哥房产遍布世界各地 他在北京的豪宅 是二环内完好保留的四合院遗址 这可是有钱人也不一定能住的地方 因为能入住的业主必须要具备高速士 有责任心 乐山好施的成功人士四要素 而成龙的父母尤其重要澳洲 所以早在多年前 成龙就为其父母在看培拉买了一套房 供两位老人养老 地理位置方便 在当地算是豪宅区域 价值约120多万澳币 除此之外 成龙大哥在黄金海岸 他也选购了一处风水极下的大楼 这座楼形状奇特 有龙头 龙身 龙尾 外界称之为风水楼 龙树家里的豪华装饰 还曾上过韩国综艺节目的排名 位列第一 坐拥德云集团的郭德纲老师 也拥有许多豪宅 从外观上来看 郭老师的豪宅偏于西式风格 可他进了屋子里面以后 却是别有冬天 入户后 首先用眼帘的便是一处小庭院 地面紧实的瓷砖 加上复古风的桌椅 配合以户外的绿植 这身其中所感受到的 竟是满满的田园感 作为一名传统文化艺术家 郭老师家中的古玩收藏 自然是不会少的 目所能及时处 尽是郭老师陈列的各类古玩 郭德纲还于2013年 在维多利亚墨尔本 收购了一家大规模红酒酒庄 命名为德云红酒 又再接再厉 买下维州本土的数个庄园 之后他还开设了 德云社曼尔本分社 成功把自己的相省 事业延伸到海外 他还花222万澳币 构置了一套海外豪宅 占地409平方米 房屋面积600平方米 室内两层共有五间卧室 四线浴室和两个车位 一眼看上去 花园运动场都快赶上 有些小公园的大小了 黄生一当年顶着 新女郎的身份出道 可谓是红遍了大乡南北 他嫁的是一位高调的 一万富豪 家中的豪宅更是数不胜数 据黄生一透露 他婆婆住的房子 有宫廷雕花 宽敞的螺旋楼梯 还有能容纳几世人的 超大宴会厅 黄生一家的这套豪宅 不仅地段好 面积大 房内的装饰也堪称顶配 但这些还不是最震撼的 据说黄生一的儿子喜欢滑雪 于是婆婆就专门在豪宅内 绣了一座小型游乐场 和一座滑雪场 我们已在综艺节目中看到 黄生一的儿子安迪 从楼上跑下来 却用了很长时间 仿佛下过慢镜头 张平最近直播一哭 引起无数争议 虽然远离影视区久矣 但他有自己的赚钱之道 说着自己不容易的他 在上海徐汇区滨江处 有一栋老牌豪宅 居黄埔江仅有50米 豪宅面积达到1650平方米 约12万元一平米 市值高达2亿元人民币 最具特色的 还是位于顶楼四家空中花园 可以俯瞰整个黄埔江 他还开辟了菜园 种植绿色无污染的 有些蔬菜供全家人食用 提到豪宅 大家都不会忘了黄小明 除了万千女人 艳羡不已的梦幻婚礼 他给baby准备了一个 奢华现代的家 四季会酒店公寓 四季会位于21世纪 中心大厦顶端的 42层至55层 隔窗希望 东方明珠塔 环球金融中心 经贸大厦 以及黄埔江璀璨的美景 尽收眼底 室内设计 由国际著名设计师亲自操刀 结合纽约曼哈顿 都市豪宅气息 和中国独特的文化韵味 打造了非常灵动的生活场景 黄教主和baby的 这套豪宅面积 约有650平方米 据说购置的时候 价值1亿 现在四季会的二手房均价 18万元一平方米左右 这套豪宅目前的价值 不低于1.2亿 而景博然是靠十几年的打拼 攒下了一栋小豪宅 还记得在第二季 花儿雨少年里 景博然在北京 还是走返了状态 而现在景宝拥有了 自己设计的豪宅 因为没事就爱宅家里 又对家的要求比较高 家里的一切都要清理清为 所以新家更是比之前 高出了好几个档子 这次走的是冷淡的工业风 家里都是纸线条 水泥糊墙 配色基本黑白灰 硬感又冷静 实在与银瓶上的 金宝暖暖气质截然相反 水泥奠定家里的冷酷调性 金属材质则是时尚担当 其中景博然展示的 一款黄铜衣下 来自于英国品牌 以工业感为大基调 这款黄铜衣下 就要卖到19000港币 郭幸明一度是 中国最出名的善人作家 如今投资公司拍电影 它已经越来越富有 小四的五丁路洋房 是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 传奇老宅 为什么说是传奇老宅呢 因为这里有着 汪精卫四仪态旧宅的传说 为这里蒙上了一层 特别的传奇色彩 但其实汪精卫 是个不折不扣的吸管员 也没有过什么四仪态 据说郭幸明对这栋房子 一先衷情 这次洋房内部 简直是由名牌对齐起来的 分底低毯 坑走茶几 酷起靠垫 Hermas装饰物 随便一个小配时都价值不菲 小时代理光明的卧室 就曾在此取景 张若云与唐一新 是圈中的模范夫妻 其实张若云很早就出道了 她自身的家庭条件也非常好 但张若云为了自己的演绎梦想 一直在娱乐圈里打拼 曾经张若云参加 综艺节目的时候 她的豪宅就曝光了 她住在一座四合院内 虽然不是真正的老北京四合院 但这也足够豪华了 据了解 这样的房子在北京价值九千万左右 令人震惊的是 与神肖敬腾拥有八层别墅 2017年 她靠自己买下一栋别墅 地下两层加上地上六层 隔六只狗四只猫一起同住 所谓十全十美 除了有钱后院 别墅里有音乐室 演奏厅 书房 想运动的时候 在家里就能打篮球和高尔夫 简直是所有人梦想的生活 网友还搞笑地表示 以前一直以为与神住龙宫呢 其实许多人在娱乐圈 怎么说也是摸爬滚打了 十几年 有点积蓄 购置几个不动产也是正常不过 最后 高薪的明星过着奢侈的生活 而我们努力生活 好好工作 也能过上符合自己期望的日子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哦